我們來看到地緣政治緊張 局勢升級 將讓中國大陸有實施嚴格的 新冠防疫的政策 讓全國科技巨頭蘋果陸續續 將部分的產線移出中國大陸了 在今天也宣布 最新一批的iPhone14的手機 將移轉到印度來製造 節日中旬才剛上市的iPhone14 這話題不斷 那麼如今蘋果也發布了最新的聲明 說關於iPhone14系列的手機 將在印度製造感到非常的開心 印度是全世界第二大智慧型手機市場 僅次於中國大陸 而摩根大通分析師就預估了 說2022年底開始 蘋果會將5%的iPhone14產能 轉移到印度 逐步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賴 到了2025年 蘋果大約四分之一的iPhone手機 將都會是印度製造 從中長期來看 外界也預期 蘋果將會把印度當地的企業 納入供應鏈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國葬儀式 將在當地時間27號 也就是明天下午兩點鐘 在東京的日本舞蹈館舉辦 而這一次的國葬 這個場邊的委安人員 還有警力的費用人士花費等等 日本政府是動用最高規格 花費預算總額是高達了新台幣3.6億元 比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國葬費用 2.7億元還要高 讓不少日本民眾產生反彈 安倍的國葬海內外出席人數高達4300多人 日本政府也動用了全國兩萬名的警力 而警戒狀態是堪比東京奧運開幕 而根據共同社的最新民調 有超過七成的民眾認為 安倍的國葬費用太高了 那麼也認為政府不應該浪費這麼多的公堂來舉辦 要日本民眾不滿這個情緒逐漸高漲 主要就是來自跟自民黨糾纏不清的統一教諭語 跟日本媒體的報導 政府試圖要利用國葬道宴外交的說法 正常這晚上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